一口气看完,元朝98年历史,元朝的前身是成吉思汗在1206年建立的大蒙古国,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,屡次对外侵略扩张,先后占领了金朝的大片领土,并灭亡了西夏,西辽和中亚的花辣子摩,其征服足迹原底欧洲的黑海。 成吉思汗死后,大蒙古国又传至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,以及窝阔台的长子贵游和托雷的长子蒙哥三位大汗,这个时期,大蒙古国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,并占据了墨北、华北、东北、西藏、西域、中亚、西亚、东欧等在内的辽阔地域,同时,大蒙古国在被征服地区,先后建立了文明世界的四大汗国,即由成吉思汗的长子竹斥之子拔都建立的清茶汗国,成吉思汗四子茶河台在其封地上建立的茶河台汗国, 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之孙海都建立的窝阔台汗国,以及成吉思汗第四子托雷的第六子序列物建立的伊利汗国,但在1259年,由于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在攻打重庆钓鱼城时重伤而死后,没有留下一兆确定继承人,导致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布哥为争夺韩位展开了五年的内战,当时在蒙古四大汗国中,清茶汗国、茶河台汗国、窝阔台汗国都支持阿里布哥,唯有一利汗国,支持忽必烈,最终忽必烈, 依托汉地丰富的人力、物力击败阿里布哥,夺得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权后,成为大蒙古国第五任大汗,但这场内战导致四大汗国先后脱离元朝独立,大蒙古国逐渐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,1271年,忽必烈击败阿里布哥,成为大蒙古国第五任大汗后,取一经大灾前缘之意,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,忽必烈也从大蒙古国大汗变为元朝的首任皇帝,视为元氏族,此年,元氏族忽必烈迁都大都,即现在的 在北京,此后,忽必烈推崇如树,重视汉文化,他不但建立行省治,开创了中国当代省治之端,还创建了蒙古文字,同时还注重农丧,畅办学校,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,等到北方政局稳定后,忽必烈开始了灭亡南宋的进程,1276年,忽必烈命伯延统兵攻伐南宋,同年,伯延攻陷南宋都城杭州,俘虏宋公帝,但在杭州陷落之时,宋公帝的兄弟赵氏和赵炳,在大臣们的保护下逃出杭州, 当逃至福建湖州后,文天祥和陆秀夫拥历七岁的赵氏为宋端宗,继续抵抗援军,1278年,宋端宗在援军的追击下落水染病去世,同年,陆秀夫与众臣雍代宋端宗的弟弟年仅六岁的赵炳为宋墨帝,宋墨帝即位不久,就在援军的追击下逃到崖山,次年,原将张洪范紧追其后,对崖山发动走攻,始成崖山海战,次战,宋军全线溃败,陆秀夫背着七岁的宋墨� 12年的南宋灭亡,同时,元氏祖忽必烈完成了自唐朝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,但在统一全国后,忽必烈采行汉法,改革落后救治的工作陷于停顿,他开始疏远汉人官僚,变得贪图钱财,穷兵独武,他重用回回人阿和马,专理财政来剧练钱财,又接连派兵远征日本及东南亚各国,其结果多以失败告终,但其频繁的对外征战,以及对大量蒙古救治的保留,不但使人民苦不堪言,加剧了社会矛盾,也为元朝后来的� 衰落,埋下了隐患,1294年,在位35年的元氏祖伯尔纸金忽必烈病逝,终年80岁,由于忽必烈的嫡长子真金早死,故由真金之子铁木尔即位,视为元成宗,元成宗在位期间,停止爷爷忽必烈的对外战争,专利整顿国内军政,同时又减免部分赋税,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,此外,他还发兵平定了西北诸王的叛乱,迫使四大韩国承认元朝为宗主国,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,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 苏格争位以来,元朝西北边境持续40多年的战火终于平息,整个蒙古帝国境内再次迎来了和平,但元成宗因后继无人,埋下了皇位争夺战的隐患,1307年,在位13年的元成宗伯尔纸金铁木尔驾崩,年仅42岁,由于元成宗无子而崩,按照蒙古旧俗,由元成宗的皇后葫鲁汉设政,葫鲁汉设政后,召开护理台大会,准备雍立铁木尔的堂帝阿南达为帝,但元成宗的侄子海山,在弟弟爱玉 离巴利巴达的帮助下发动政变,在除掉皇后布鲁汉和阿南达后,海山成为大蒙古国第七任大汗,以及元朝第三位皇帝,视为元武宗,元武宗即位后,为了感谢弟弟爱玉离巴利巴达的帮助,遂册封其为皇太子,还约定了兄中弟籍,殊职相传,即元武宗死后,传位于弟弟爱玉离巴利巴达,在爱玉离巴利巴达死后,再传位给元武宗之子和侍拉,元武宗在位期间,派军与茶河台韩国,瓜分了倭阔台韩国,倭� 同时元武宗实施了许多改革,但他在改革没有收到成效之时,就撒手人寰了,1311年,在位四年的元武宗伯尔之金海山驾崩,年仅31岁,他的弟弟爱玉离巴利巴达即位,视为元仁宗,元仁宗在位期间,剪裁容元,整顿朝政,恢复科举制度,推行以儒治国政策,使元朝国事逐渐复兴,但元仁宗临死时,违背了与哥哥元武宗的约定,他并未传位给元武宗之子和侍拉,而是传位于自己的儿子,朔德巴拉, 这就导致了元朝后来长达20年的政治混乱以及宫廷斗争,1320年,在位9年的元仁宗伯尔之金爱玉离巴利巴达病逝,年仅35岁,其子朔德巴拉即位,视为元仁宗,元仁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,他在即位后,继续推行父亲以儒治国的政策,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,使得元朝国事大有起色,但改革因触犯了蒙古保守贵族的利益,引起了他们的不满,元仁宗因此遭来杀身之祸,1323年,元仁宗伯尔之金朔 博德巴拉在上都避暑时,被蒙古保守贵族铁师等人试杀,史称南坡之变,年仅20岁,在位3年,同年,元仁宗的叔父也孙铁木儿率兵南下,杀掉刑赐元仁宗的叛臣后,成为元朝第6位皇帝,以及大蒙古国第10位大汗,视为太定帝,太定帝在位期间,在政治上未有太大变动,国家大体稳定,但此时的元朝,各地天灾饥饥不断,小规模农民起义接连而起,元朝已进入多世之秋,1328年,在位5年的太定帝博� 至金野孙铁木儿,驾崩于上都,金内蒙古上都镇,年仅35岁,太定帝死后,丞相道拉沙雍丽其子,8岁的阿素吉巴为帝,视为天顺帝,与此同时,留守大都的元武宗海山旧臣燕铁木儿,分别秘密向墨北和江南前史,同时迎接元武宗的两个儿子,和士辣和土铁木儿为大都即位,结果,弟弟土铁木儿先到大都后,自立为帝,视为元文宗,元文宗即位后声称,自己称帝是不得以为之,等到哥哥和士辣到来后,便让位于 同年,上都的天顺帝派军进攻大都的元文宗,史称两都之战,此战,元文宗一方取得胜利,在未尽42天的天顺帝阿素吉巴与丞相道拉沙被杀,从此,元朝皇位重新落入元武宗海山遗戏手中,而太定帝和天顺帝父子被视为非法君主,因此没有妙号和嗜号,1329年,元文宗土铁木儿在击败天顺帝阿素吉巴后,按照约定,派丞相燕铁木儿去迎接哥哥和士辣,回京几位,燕铁木儿到达和士辣所在地后,帅百 百官献上玉洗,于是,和士辣在墨北草原即位,侍卫元明宗,并随燕铁木儿南下大都,但行至中都时,元文宗土铁木儿从大都来到中都拜见和士辣,两兄弟在中都饮酒之时,元文宗与丞相燕铁木儿合谋,将哥哥元明宗和士辣下毒害死,年仅30岁,在位仅184天,而元文宗在位期间,丞相燕铁木儿自是拥立有功,便专断国政,毒禀大权,他肆意行事,毫无顾忌,生活极端腐朽,导致朝政腐 国内多地爆发农民起义,1332年,在位四年的元文宗伯尔纸金图铁木儿病逝,年仅28岁,元文宗临终时,自毁谋害兄长元明宗和士辣之事,便依照立元明宗的次子,七岁的义林治班即位,视为元明宗,由于元明宗年幼,故由元文宗的皇后补达施礼临朝听政,但元明宗在位仅53天就病逝了,同年,皇后补达施礼又迎立元明宗的长子,13岁的妥欢铁木儿,成为元朝第十一位皇帝,以及大蒙古国第十五位大 大汗,视为元惠宗,但元惠宗即位后,只是一个傀儡皇帝,朝政大权被皇后补达施礼和权相伯延掌控,二人狼狈为奸,根本不把元惠宗放在眼里,1240年,皇后补达施礼与伯延合谋,欲废掉元惠宗,改立自己的儿子燕铁古斯为帝,但计划被伯延的侄子脱脱得知,并告诉了元惠宗,于是元惠宗与脱脱抢先发动政变,罢黜伯延,赐死皇后补达施礼,夺回了朝政大权 元惠宗夺权后,准备大展宏图,忠兴元朝,他任命脱脱为相,实施了一系列改革,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,使称脱脱更化,虽然改革有些效果,但未能根本解决击毙已久的社会问题,因此没有能拯救元朝,此后元惠宗逐渐丧失进取精神,开始沉眠享乐,自甘堕落,同时为了挥霍享乐,元惠宗变本加厉的向汉人收取各种名目凡杂的户税,再加上天灾人祸不断,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,纷纷揭 而起,从而引爆了元末农民起义,1351年,韩山同刘福通首举一旗发动起义,因起义军投过红金,故称红金军,同时,豪州的郭子兴,朱元璋,骑水的徐寿辉,倪文俊等人也纷纷响应,江苏的张世成兄弟,这东方国珍也乘机起兵,至此揭开了元朝灭亡的序幕,这个时期,元廷疯狂进行镇压,起义军因各自为战,力量分散,一度受到扩折,张世成,方国珍先后投降元朝,成为割据势力,就 在刑事缓和之时,元惠宗的统治内部发生严重争权夺利,内斗不断,而红金军出身的朱元璋,利用这一有力刑事,在击败陈有亮,张世成等割据势力后,统一了黄河以南,并于1367年,开始北伐元廷,1368年,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,同年,明军攻入元朝都城大都,元惠宗仓皇北逃,自此,元朝结束了对全国98年的统治,此后,元朝退居末北,史称北元,继续与明朝对峙,北元一直持续到1635年, 最后被皇太极的后金锁命,两年后,元惠宗伯尔纸金铁欢铁木尔,驾崩于内蒙古赤峰市,终年50岁,代位37年。